另外一个重头戏我必须告诉大家 现在乌克兰的态势不佳 所以这个叛军啊叛徒越来越多 很多到了战场上呢 就这个气息也都有 那这点现在这个泽伦非常重视 他在8月25号谈到了叛徒 不管逃到哪里都会被惩罚 特别点名了几位安全局的高官 以及你记不记得莫迪才在基辅 跟泽伦来四次拥抱 然后他前脚刚走 这个泽伦就接受了印度媒体的访问 是宇多怨言 他说普丁的这个战争经济 得到了来自印度等国家 数十亿美元的资助 特别在莫迪离开的时候 把印度点名出来 这意味着什么 乌克兰这个水坝有危险吗 我认为他这个炸这个污染 你看他炸的 他炸的是发电 他的发电厂发电站 他就是要毁坏他的整个发电设备 如果他炸变电 变电站变电所 那还有其他回路 接通就好了 那炸到发电站 你这个整个回路都没有用 你的发电的源头坏掉了 而且是基辅 那基辅的话 整个相关的这些行政 整个的金融 各种的都受到影响 那他整个的运作 名称的运作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这个就是针对乌克兰 跨境到库尔斯克做报复 很清楚 所以大量你看他又无人机也好 也包括了飞弹也好 也包括了就破坏他的这个水利发电站 那现在那对对乌克兰来讲 那他的基础名称设施基础建设啊 这是他非常重要的 赖以维系的 那叫老百姓要过苦日子了 而且有很多的军事设施 他可能是有备用系统 但是备用系统是有限的 你的备用系统是要烧油了 因为真正的发电的这个被破坏了 就用备用系统 但是备用系统你很容易 这个发电厂一直在转 很容易被发现目标 这个地方就军事 然后到9月之后 其实乌克兰冷得蛮早 如果缺电的话 那真的是不得了 第二关于F16来 我们做了一张图 我把那个图丢出来给大家看 因为这个张将军是空军专家嘛 所以你看一下 其实地点是在这里 这个俄罗斯到处在找 你F16放在哪里 到处在找 得来完全不费功夫 那这是我们看到 什么基辅战鬼 他是这个乌克兰的烈士 那阵亡之后呢 司令就去带着妈妈 那为了追到他 让妈妈去做这个F16 结果一个低下头的画面 赫然发现这个建筑物 那俄罗斯就去比对啊 这个建筑物 大家知道现在很容易找 就比对出来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F16停在这里 对 因为在那个地方相对于 但我有点好奇 相对于安全 这个讯息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是故意丢出来去喂俄罗斯 我认为是不经意 不经意的 因为他也不想曝露这个地方 他没有想到 你看他 其实这个是个连续照片 其实在另外两张照片 只要他头去正的时候 都没有看到 他就是一个低下头来的一个照片 就突然之间露出了这一脚 这一脚立刻比对出来 对 因为现在Google非常方便 大家一比对这个建筑物是什么 而且建筑物又不是一般的房子 那他一看 就在利沃夫的南边 利沃夫距离波南只有60公里 那他这个距离波南边境 大概只有80公里 所以合理F16藏在这里 因为这个安全 这个已经在整个乌克兰的西侧了 他也不再过去就已经是波南了 那如果到波南 那波南风险很大 但是我要认为 我看他出了几次任务 能达到这种战果 我发现他里面的这些飞行员 未必是乌克兰飞行员 雇佣兵飞行员 我判断是雇佣兵 因为他的几次的战果算是不错的 那不错的话 老兵新兵吧 你到时候退 从事业上找到 这个F16退伍的飞行员 来帮他执行几次任务 一次给他100万台币吧 十次1000万台币便宜 但是能达到一个非常大的战果 你包含空对空的武器的发射 电站系统的启动跟运用 这些时机 菜鸟的飞行员没有办法那么熟人 但是今天很简单 打仗就要花钱 飞移出一趟任务 给他100万台币 不贵 我都认为 另外我们看这个纪念空军 我们叫果汁 因为我们都会有一个飞行的名称 就好像那个冰人 Iceman冰人 或者独孤侠 都会这样子 我们不会叫自己的名字 因为叫这种简直很容易记 有时候叫这种叫多之后 真的名字有时候会忘记 你一开头的话 你不会叫他名字 就叫他这个 我们叫FlyCosan 就是飞行的这个代号 每一个人都要有 有一个都有飞行代号 那这个代号 他这个 这个基辅站柜 就是他的外号叫做果汁 大家叫他果汁 是这个样 然后他竟然 创下那么大的记录 他儿子 和妈妈 总是失去了儿子 把他过来做 来有一个 可以大力报复的F-16 已经进来了 那到这个地方 所以小力曝光之后 F-16应该会移防吧 我认为他移防 他要看他整个基地的 场战设施 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那么简单 你飞一个飞机 他的挂弹车 加油车 打氧 他是液态氧 不是气态氧 是液态氧 相关的地面设备 也是很多的 你整个要移防 而且跑道行不行 而且他的基保够不够 就还不能露天停放 像你看俄罗斯 他们去炸的时候 所以你觉得这个讯息 可信性蛮高的 应该是蛮高的 而且是不经意 你看他背上 就流了一点点 可能他们有 如果是他们有保皇官的话 那个地方 把他打马赛克 打马赛克就好了 把它遮掉 不要露出那个 那个地方很容易就比对了 没想到 立将去补充一下 我跟你讲 这种军中泄密的事情 真的是要非常小心 你知道我讲个笑话 想都想不到 不是 以前我们军中 你知道吗 就是女朋友写信来 不能写 你不要写说 我们住地在什么地方 不能写住址 因为你写住址来讲的话 会泄露 我说部队住房地点在哪里 所以我们都有一个代号 你知道 这个陆军 第九栋 栋邀信箱 不是讲陆军 龙潭什么 对 结果你知道什么 那个信 女朋友收到的时候 上面都有干油措 你反而知道说 原来九栋 栋邀部队在龙潭 对呀 所以有时候这个怎么讲 你看我们有一阵子 我们陆军里面 那个背章都规定要取消 现在来讲俄乌战争 你经常听到他们讲说 什么海部哪一个旅 801旅要干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带那个背章 在那边跑来跑去 然后被发布说 这个海部八栋腰旅 现在在这个库尔克斯作战 是谁发布的 是俄罗斯发布的 不是乌克兰发布的 俄罗斯凭什么知道 就是看他背章 所以说军中有时候保密 你必须要很小心 像这种事情 我觉得这要很小心 就像我们以前 闹那个消化一样 后来你每次 你刻意去写 保密保了个半天 一个油戳就过分 一个油戳就泄灭 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对 另外我要补充的 就是这个泽伦斯基 就是我们上次讲 莫迪到吉辅去访问 对 这个就是国家利益 你看印度 像俄罗斯买油大赚钱 因为打折的便宜 印度在转卖 或者印度自己用 大赚战争财 但是他现在说 又要办这个 这和平峰费 在印度来主办 所以你看他到那边 帮泽伦斯基加油打气 拍拍他的肩膀 安慰他 帮他鼓励他 回来之后 继续赚钱 所以我们来看 一个 任何国家 都是他国家利益地有限 至于能够帮到 其他地方的 那是帮他刺位 或者放在末位 永远以自己国家的利益 那当然 那如果战争 能够继续打下去 印度是不是更受 受力受的时间更久 如果哪一天 乌克兰战争结束了 印度还有多少的便宜 这很有意思 我的意思是因为 在这个现场 报了四次 感情好的不得了 然后他不是又支持 印度办第二次的 和平峰会吗 就刚走 他这样子 把印度的角色点出来 而且他是接受 印度媒体访问 对 那现在将来 将来战争打完之后 这个油的价格恢复了 印度占不到什么好便宜了 但是泽伦斯基这边 乌克兰的战后 重建的工程 相关的商业利益 印度又拿到了 那刚好又补到这一个 所以两边讨好 两边都吃 打仗的时候 吃俄罗斯的好处 那打完之后 吃乌克兰复兴 整个要重建的好处 他这样子 他先挂号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国际的这种 国与国之间 只有把他的国家利益 放在最高位 而且还会找最好的时机 来出手 所以外交手段 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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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 对 两边就逃到好处 逃不到好处了 打仗之前先挂号 打仗完毕之后再领好处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